去年年末的时候,唐主和那扎在微博坦言分手真相 两人相恋三年时间遭遇过很多留言 很多网友都知道唐主和爽妹子的那段恋情 所以唐主和那扎刚在一起的时候,被很多网友骂扎男 直到在去年的战狼二中熊孩子角色,才让网友们逐渐对她的印象改观 在唐主和那扎分手后,网友们纷纷猜测唐主是不是要跟爽妹子复合 但是两人似乎不可能复合,而当事人爽妹子对这件事情,并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 而且在刚分手的几年,还跟媒体表示过,与唐主的过往已经差不多忘却了 爽妹子的恋情一直受到网友们的关注 之前和胡彦斌在一起的时候,爽妹子的粉丝们纷纷吐槽两人不般配 之后在舆论压力之下,两人最后分手而胡也背上了渣男的名声 之后爽妹子很多长时间都没有恋爱 但是爽妹子在娱乐圈中的人缘不错 而且很多好朋友都是帅气的男星 像是白静平马天宇等等 不过近日爽妹子在微博大方认爱 并爱刻了马天宇告白 今后有你 而且今年有两人的现代剧《悲伤》秘流成河 两人剧中也是大放撒糖 之前两人就已经合作过了 而且平时私下的关系也十分清静 两人看上去还蛮般配的 在长相和性格上也比较相近 就连爽妹子的粉丝纷纷在送上祝福 坦言 如果爱 请认真爱